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胎儿一下长到十斤 自然分娩太费劲 这时也要剖宫产 胎儿还没出生突然缺氧呢 必须剖宫产抢救一下 胎盘没到时间就全出来了 剖 多胞胎 剖 孕妇生殖到有严重感染疾病 不适合自然产 剖 孕妇患有心脏病 子癫等严重疾病 子宫里有肿瘤的 剖 有点晕 剖宫产专家共识2014版中说了 必须做剖宫产的情况有十五种 到底该不该剖 什么时候剖 这些都得让医生们根据每个妈妈的情况来定 一般来说 如果一早就决定要抛宫产 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建议妈妈们等到妊娠39周之后再手术 如果突然发生了威胁母子生命的状况 那就别再纠结了 在最短的时间内终止妊娠 现在抛宫产的安全性在提升 越来越多的妈妈因为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 选择抛宫产 其中光是恢复身材这个理由 就足够年轻妈妈们下定决心 在市值医学说微信公众号恢复吃肉 会向你揭示减肥的真正秘密 我们接着说抛宫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国的抛宫产率只有5% 现在已经到了46.2% 把世卫组织规定的15%的警戒线 远远甩在后面 其实抛宫产更安全是一个误会 世卫组织的调查发现 抛宫产产妇的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率 都比自然生产的产妇高一大截 抛宫产可不是滑一道就行了 它要先后切开七层皮肤和肉 再切开三层子宫 取出胎儿后 再一层层缝合切口 这么一看 子宫切口是一个不小的窗面 而且子宫周围有很多内脏和血管 非常容易打出血 少数后也很容易造成粘连和感染 皮肤上划了一道口子会留下伤疤 子宫也一样 切开后留疤的子宫就是斑痕子宫 如果再次怀孕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斑痕妊 给妈妈和孩子带来更多的风险 所以抛宫产是科学 但盲目追求抛妇产一点都不科学 关键时刻还是听医生的话 尽量选择自然生产 感受母爱的伟大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医学视频 就快点订阅试之医学说官方频道 想解锁更多医学知识 扫描二维码 或者打开微信搜索试之医学说 请按下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好 欢迎订阅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是说真的